当坦克太重会压垮要过的桥时该怎么办呢 德国的天才工程师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坦克扁潜艇 让他直接从水底下过河 所以你别看这项技能俄罗斯的坦克也在用 但其实最先享受到的其实是二战时期的武士 在切换到潜艇模式之前 坦克上所有的舱门都必须要关闭 主炮也被升至最高 然后还有通风口 比如暴衣坦克上就有多达17处 他们也务必要一一密封才行 最后就是要在炮塔上拧上一个通气管了 它可以同时为里面的成员和发动机提供空气 尽管这一通操作下来也要花上不少的时间 但总是会快过搭建临时的桥梁嘛 所以还是划算的 但你看虽然俄罗斯把作业操了过去 却把这根通气管的直径呢 缩水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啊 区别在于两处 德国人的出管这里面呢 是可以钻人的 意味着当它前度时 是可以通过把人放在管子上 临时充当驾驶员的眼睛的 而俄罗斯嘛 既然喝了福特加都能开飞机 那闭着眼睛过河有什么大不了的 第二点啊 如果潜水的时候漏水 或者是发动机吸火 坦克动不了了 德国的坦克兵呢 好歹还能从通气管里面爬出来逃生 那俄罗斯的坦克兵呢 只能靠带着临时氧气瓶等救援了 虽然说是能够让士兵们 蹭上两个小时 但实际上在2019年发生的一起演习事故 让我们知道它实在不怎么靠谱啊 保持炮管干燥看起来是一件挺重要的事 但早期潜艇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浮在水面上的 因此甲板炮就成了标配 随便打起来意识爽磕到了要下潜的时候 这些甲板炮怎么办 如何才能保证它们的干燥呢 当然是各有各的招 美国人一开始觉得甲板炮这么金贵的东西 下潜是当然是要收回来 装进一个水密舱里面始终保持它的干燥呀 于是在以现为目的制造出来的M1潜艇上 它的三寸口径小巧甲板炮就是这样设计的 既可以升起来架在甲板上提供火力 又可以收起来整个装到 位于甲板下方的水密舱里面保持干燥 可以算得上是精心呵护了 等到了制造LG潜艇时 收缩的概念依然保留只是形式略有变化 不再是整个密封了 而是把它收起来 只让后膛缩回甲板下方 炮口和炮盾则留在了外面 而且你看我说为什么炮盾要做的那么圆鼓鼓的 原来它还得不时扮演一个水密舱盖的角色 不过甲板炮的好待遇到此就结束了 因为它毕竟不是装饰嘛 是要讲究战斗力的 是要要求大口径和大背径的嘛 于是块头大了 自然也就说不回来了 这个才是潜艇甲板炮的常态 始终要留在甲板上 于是这些炮无一例外都使用了耐服式的金属来制造 能用铜的地方就用铜 因为它可以完全裸露出来而不做处理嘛 不能用铜的地方就涂上厚厚的防锈漆 再抹上粘稠的油脂 同时保持极高的保养频率 以此来尽可能的缓解海水的侵袭 然后如果下潜前来得及呢 就用根筛子把炮口给堵起来 如果实在来不及嘛 那就直接下潜也没问题 大不了炮管换得轻一点就可以了 还不用担心开炮时忘了取下筛子引起炸糖呢 你看这张照片啊 管子上的孔是不是特别多 那就是为了快速排干里面的海水的 说不定偶尔还能意外收获点海鲜呢 战列舰上的巨炮寿命很短 在大约300次全装药的发射后 炮管的磨损就来到了极限 如果不及时更换的话 射击精度与操作安全都将显著下降 哎呀 乍听起来300好少啊 但是考虑到它发射的是这种 也许比你的腰还要出的炮弹 能挺这么久也是够厉害的了 所以它再贵你再心疼也是要换的嘛 不过呢实际情况却是 它根本从来就不会换 那海军是如何解决炮管磨损的问题呢 很简单啊 他们为了省钱 当然也是为了解决材料和工艺水平不够的问题 其实是把一根炮管分成了好几个管子来单独制造的 最后再组装到一起 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模型来举例 炮管的外层管理打多少发都是不会换掉的 而这里面的一层就是刻上了弹线 与弹丸和火药直接接触的一层叫做蹭理 在磨损之后呢 确实是需要换掉 哎 你看 这样操作下来 是不是就比整个换掉炮管要省钱省事多了呢 但问题就来了 你看它俩咬得那么紧是怎么被套在一起 又是怎么被分开的呢 哎 他们使用了一种称之为热缩装配的手段 在加工厂里面 有一个能够将箭炮竖着放进去的深坑 里面装满了加热装置 组合时呢 先将外面的套管插进去加热时期膨胀 于是它的内径就稍稍扩张了 与此同时啊 蹭理却被循环的冷水冷却着 外径收缩了 这样就能够将它顺利的插到套管里面 等就位之后 灌掉热水抽去冷水 两者都回到了常温 一张一收 自然咬合的就异常锦丽了 同理啊 想要分开它们呢 一样的过程再来一遍就可以了 冷水灌进去 小太阳烤外面 利用自然的魔力 一切都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啊 把一段铁轨裹在身上 是什么感觉 法国人可以告诉你啊 因为他们发明了这个 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坦克的东西 干什么用呢 可以踏平铁丝网碾过壕钩 这两样东西啊 可是开创了人类战争的新格局啊 而法国人呢 差一点就用他们不着边际的脑洞给破解了 1914年 法国著名的工程师路易斯伯伊拉特呢 凭着自己积攒了20年的铁路设计经验 制造出了一台 可以永远开在轨道上的奇怪机械 他左右各有六段连续的轨道中间 则套着一个三角形的动力核心 通过一系列的轮子和链条 80匹的马力 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从核心输送到轨道 使他缓缓前进 稳稳的亚平铁丝网 轻松跨过壕钩了 在战场上啊 那就是畅通无阻啊 要是用他来打头阵 后面再跟上步兵 岂不很快就能干到敌人的老家了 诶 想的是挺美的 但薄伊拉特忘了给他 加上一扬最重要的东西 装甲 你看啊 他就是那么镂空着的 诶 谁开着他呢 谁就要第一个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再加上其无力吐槽的 每小时1.6公里的归宿 和几乎不能够改变方向的转向机制 法国战争部说 咱还是算了吧 但薄伊拉特还想要薄伊吧 于是开发出了第二个版本 他更紧凑 更轻盈 关键是驾驶室终于有了装甲的包裹 也终于能够比较方便的转向了 虽然转弯半径也达到了夸张的100米 好吧 这一下战争部能够看上了吧 抱歉 陆军说 你那点本事呢 我找一条毯子就搞定了 速度还不知道要比你快多少倍呢 把材料省下来 找枪吧 英国人在二战时呢 发明了一枚奇怪的炸弹 美国人看到觉得不错就拿回去 想把它变成自己的结果玩大了 这枚炸弹呢 叫做跳弹 由英国工程师班斯沃利斯发明 旨在对付德国的大坝 你想啊 大坝拦起了大量的水 如果将它破坏 不仅能够制造洪水来扰乱对方的阵脚 还能使对方缺水断电 连战争工厂都得停工歇业了 所以英国人一早就从战略和科学上研究过 而德国人呢 也早就想到 你肯定是在打我水坝的坏主意了 于是关键就来到了 会用什么方式来炸水坝呢 首先啊 水坝很结实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必须是一枚大炸弹 而且呢 还得从水下的一定深度 贴着大坝爆炸才行啊 那就完全排除了高空轰炸 因为那个时候谁都认不了那么准嘛 也几乎排除了低空突袭 因为神风干尸队 那是日本人才干得出来的 那就只剩下从水里面发射的鱼雷了 这个好办 德国人于是就在自己大坝前的水里面呢 统统支起了防鱼雷网 现在妥了吧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条 英国人爱打水漂嘛 工程师班斯呢 受到启发 觉得如果我的炸弹也能够打水漂的话 那么只要让他一路沿着河道 打着水漂从水面上跳着过去 等到了水坝门口再沉下去炸开 不就好了吗 于是啊 他就利用所谓的马格鲁斯效应 设计出了这个在投出去前呢 用快速后旋来抵消掉一部分的重力 以便在倾诉水面后跳起来 一直蹦个不停的跳带了 当然他的投掷要求也不低啊 必须要算好速度 算好距离 算好高度 尤其是高度 几乎就是贴着水面投出去的 第一次战利 1943年5月针对德国卢尔河谷水坝的袭击 代号惩戒行动 以40%的战损 勉强算是获得了成功 也的确是给德国人制造了恐慌 所以美国人才看上它了嘛 结果呢 当他们想要挑战新低的时候 是新的低空投资记录 离水面只有不到三米 头像的跳弹立马就弹了起来 搭载了还没来得及飞走的 A26入侵者轰大机的尾巴上 直接就把整个飞机的屁股给撕裂了 之后机身重重的摘进了水里面 导致4名机组成员全部上阵 于是美国人就再也不碰这个玩意儿了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面的潜艇和鱼的画面 陷入了沉思 它俩都是水下游的 为啥头长的却完全就不一样呢 到底是潜艇的源头好 还是鱼的尖头好 或者说 这上一年的自然进化 还挡不得咱们这几十年的研究来的惯用吗 当然不是的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其实潜艇头部形状的演变 大概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开始它其实是长成这个样子 看上去跟一艘船的船头并没有太大区别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是负载水面上的 首先早期潜艇只有彩电混合这一种动力 在水面上能够烧柴油 一旦下潜就只能用电池了 而电池通常都是撑不了太长时间的 最多让潜艇在水里面憋上个十来个小时 就不得了了 这宝贵的十来个小时 那都是一定要留到关键时刻才用的 比方说发动进攻或者是躲避追踪的时候 另外相比起能够开足马力的柴油机 靠电池驱动的电动机 当然是显得功率不够了 美国在二战时期生产的八老级潜艇 在水面上航行的时候最高可以飙到20节以上的航速 但下潜到水下后就再快也快不过9节了 这速度损失可不止一点点 于是乎早期潜艇在设计上必然就会优先考虑水面上的性能 既然船首的造型已经被证明十分好用了 那自然潜艇也应该将其移植过来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开启钥匙是核动力 开启人则是美国的鹦鹉罗号与蓝旗金枪羽号 核动力意味着几乎不受限制的航程 与几乎不受限制的下潜时间 只要食物水和氧气的储备足够充足 以及船员们能够hold得住就行了 于是怎么优化潜艇在水下的航行性能呢 就是一个摆在工程师面前的难题了 这方面可就没有经验可循了 而且跟现在能够用计算机模拟还不一样 他们那会儿唯一的手段就只有造出食物去试了 于是两艘现代潜艇的先锋诞生了 装着核反应堆的鹦鹉罗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也是第一艘从水底下穿越北极的潜艇 当然很大程度上呢 它是在验证核动力这个新技术 到底能够为潜艇带来多大的新的可能 蓝旗金枪羽号码并不是一艘核潜艇 几乎与鹦鹉罗号同一时间开发的它呢 更重要的角色是研究 研究水下动力学的特性 研究风动测试 研究一艘只为了潜在水下的潜艇 到底该长成什么样子最好呢 比方说最佳的建筑外星等等 好我们分头稍微细说一下它俩 由于可以预见到潜在水下的时间明显增多了 为鹦鹉罗号设计头部的工程师就觉得 咱不能还是像从前那样完全使用传手的造型了 应该让它稍微圆润饱满点更好 于是鹦鹉罗号的头部就成了这个造型 一半尖锐一半圆润 稍微扩大的空间还能够为声纳留出位置 不过等它刚一接触水面 工程师就意识到他们犯了个大错 由于头部以及头部边上那对棋的设计 让鹦鹉罗号里面的声纳完全就成了摆设 只要速度稍微快一点 声纳就会被自己头上发出的噪音给挣成笼子了 一开始还好点 这样的限速在7节左右 到了后期 等它的浮音快要结束的时候 只要速度接近4节声纳就已经笼掉了 看起来这个奇怪的头部是必须要改掉才行 好在同一时间设计的蓝器金枪鱼 似乎早就预见到了 它采用的头部设计 是普遍被认为在简祖方面效果更好的水滴型 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艘采用这个头部造型的潜艇了 果然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油门推一半就能比前一代使用传手造型的潜艇还要跑得快 随下的最高速度来到了25节 不仅速度快了 连机动性也更好了 而且虽然是柴油动力 但是却比核动力的鹦鹉罗号还要安静 你说起不起人吧 于是这个开创性的设计就此保留了下来 从今往后美国的潜艇头部造型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了 而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苏联人也下水了自己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K3列宁共青团圆号 采用的头部是几乎如出一辙的球形 也用实际的成绩验证了 确实比传手型的头部要更好一些 好了到这儿呢 我们就该问一个问题了 既然水下的潜艇目的就是为了要更快的速度 更强的机动性 更低的噪音 以及更好的耐压能力 那么为什么非要是水滴型或是半球型呢 难道进化了上一年的鱼头那样的流畅的尖型 不会比它更好吗 实际上当然更好 而且在这几个方面呢 是全都更好啊 现代的一项研究表明 把传手型头部 椭圆型头部 圆锥型头部 球型头部和鱼头型头部放在一起 结果毫无悬念的是 传手型头部的水下阻力最大 毕竟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水下设计的嘛 而剩下的阻力最大的 居然就是球型头部了 阻力最小的除了鱼头型头部呢 还有圆锥型头部 好吧 我们是剔除了一个最差的设计 但是却选了一个倒数第二的 这没理由啊 是的啊 要是现代潜艇只考虑机动性的话 的确没理由 但事实上呢 一个可能比机动性还要更重要的 就是潜艇的视力和听力了 声纳 现代潜艇上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海军往往倾向于把尽可能大的声纳呢 给装上潜艇 直到实在是撑不下了为止 所以你说一个又尖又窄的鱼头 能放下多大的声纳呢 根本行不通嘛 有的时候啊 就算是鱼雷发射管 这么重要的东西 跟声纳发生冲突的时候 海军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声纳的 你看图立笔号和长尾杀号 前者呢不仅有个更大更远的头部 好装下能够探测更远距离的大声纳 而且还把鱼雷发射管 从头上给移到了两侧 只是为了腾出足够的空间 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潜艇的头部呢 其实看的是主力空间 综合在一起的系数高不高 球星很高 那就用它了 好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谢谢观看